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女人心海底针 我哪猜得出啊 救命啊 有没有医生救救我家少爷 唉 真可怜 年纪轻轻就 唉呀 你们别说风凉话了 少爷都快不行了 有没有医生啊 我略懂 让我看看 不好 这是心脏衰竭的症状 如果五分钟内得不到医治 恐怕就无力回天了 唉 这位先生 你也是医生吗 求你救救我家少爷吧 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我保证让他活到救护车到来 唉 这家伙到底靠不靠谱啊 楚夜 你能行吗 万一他出现意外 你可就惹祸上身了 放心 你们看我表演就好 人间万事 皆听我令 疯 好像真的有用 不愧是你呀 楚夜 吴医生 快救救浩尔 不然放心 小子 你在干什么 我用符纸吊着他最后一口气 不然他就没命了 什么年代了还搞防剑迷信 既然你觉得没用 我走就是了 什么人哪 明明是楚夜救了你儿子 走吧 多说无意 一成破黄尺就想救命 不好 吴医生 这事怎么回事 江总 少爷之事心里衰竭 怕 怕是命无久矣 混蛋 我年薪百万顾你做私人医生 就给这个结果 我 我 难道是指符纸有用 二太爹 你快去把刚才那位先生找回来 先生留步 先生 您快去救救我儿子吧 怎么 你们把符纸撕了 是 我儿现在吐血不止 求您再救他一次吧 刚才不是还说我是江湖骗子吗 是 我们错了 我们有眼不识探山 行了 行了 走吧 一个狗迷信的 能有什么本事 江总 也是老糊涂了 先生 我儿子怎么样了 情况已经稳定了 只要静养一段时间就能痊愈 不可能 你连手术都没动 这种先天性心脏病 怎么可能痊愈 可不可能 你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儿子 儿子 能听到妈说话吗 儿子 你现在怎么样 好多了 心脏也不疼了 好了 真的好了 那位先生可真是个神人 先生 多亏了您救命 要是没有您 我儿子狗爸就没命了 您的大安大德 我们江家永世难忘 您说 哥硕 我江坤绝无二话 钱就不用了 给我找个地方补充一下刚才损耗的灵气就行 离这里不远 有一块属于我们集团的山林 那里风景宜人 不知道是否可满足先生所需 可以 谢了 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楚义 楚义 难道他就是江城赫赫有名的楚先生 看楚名神医多是游 一手逆天医术 纵横千下 别瞎说 我可是衣服卦系耽误到 七大国术样样精通 无限 那就来看看 关注我看更多精彩 历经99次雷剑 终于走到这步了 只要再度过这最后一次 回到了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